那是一个普通的周末 我正准备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光 忽然 56岁的丈母娘打来电话 约我一起去爬山 我心里满是疑惑 她一向不爱运动 怎么突然有了这个性质 但爱与礼貌和尊重 我还是答应了 到了山上 才发现丈母娘的良苦用心 深感震撼和感动 周末的早晨 我还在床上打算多睡一会儿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看到是丈母娘的电话 我赶紧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 丈母娘的声音显得很兴奋 小李 今天有空吗 我们一起去爬山吧 我愣了一下 丈母娘平时很少运动 怎么突然想起爬山了 妈 您确定要去爬山吗 您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事 我想锻炼锻炼身体 你陪我一起吧 她语气坚定 不容我多问 虽然心中疑惑 但我还是答应了 和妻子说了这件事 她也觉得丈母娘的要求 有些奇怪 但还是支持我陪她去 我们选择了城郊的一座小山 不算太高 风景不错 早晨八点 我开车载着丈母娘来到了山脚 天气晴朗 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 丈母娘精神绝朔 显得比平时更有活力 一路上 我们聊着天 丈母娘提到了很多 关于家庭和生活的事情 语气中满是温暖和关心 她一直走在前头 不乏稳健 看得出她对这次爬山 有很大的决心 爬到山顶时 我已经有些气喘吁吁 而丈母娘却依然神采一意 我们找了块平坦的石头坐下 稍作休息 她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些水果和水 递给我 说小李 咱们歇会儿 看看风景 我们坐在山顶 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 心情十分愉快 突然 丈母娘转过身来 认真的看着我 眼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感 小李 其实今天找你来爬山 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她语气沉重 显得有些紧张 我愣住了 心里突然涌起一阵不安 急切地问 妈 什么事 您说 她深吸一口气 缓缓说道 你和小梅结婚这么多年 一直忙于工作 忽略了家庭 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想给小梅和孩子们 更好的生活 但小梅最近跟我说 她感到很孤独 缺少你的陪伴 听到这里 我心里一阵愧疚 工作上的繁忙 确实让我忽略了家庭 尤其是妻子小梅 我垂下头 默默无言 丈母娘拍了拍我的肩膀 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家庭的责任很重 但有时候 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小梅需要你的关心 孩子们也需要你的陪伴 我感到眼眶有些湿润 丈母娘的话 直击我的心 我回想起和小梅在一起的日子 她总是默默支持我 从不抱怨我的忙碌 可我却忽略了她内心的感受 妈 我明白了 我会多花时间 陪伴小梅和孩子们的 谢谢您 让我意识到这一点 我诚恳地说道 丈母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说 小李你是个好男人 我相信你会做得更好 家庭是需要经营的 只要用心 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回到家后 我把丈母娘的话告诉了小梅 她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紧紧相拥 感受到了彼此的爱和温暖 从那天起 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 尽量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我们一起去公园散步 带孩子们去游乐场玩 周末还会一起做些家庭活动 小梅的脸上重新绽放出笑容 孩子们也更加开心 我感到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家庭的氛围也越来越温馨 这次爬山的经历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 丈母娘用她的良苦用心 让我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和角色 她的话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我们常常因为工作 而忽略了身边最重要的人 家庭是我们避风的港湾 需要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感谢丈母娘的提醒 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平衡 重拾了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未来的日子里 我会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因为我知道 真正的幸福 不仅仅在于事业的成功 更在于家庭的和睦和爱